妈妈的爱让女孩射死了无数次 她曾画过暗恋的帅哥 妈妈竟带着她上门对质 将她的春宫徒工之余众 她曾误认为自己出巢来了 妈妈竟当着所有同学 高举卫生巾给她 但每每人希望做个乖孩子 为了母亲过高的期望 而去争取门门功课拿第一 直到她遗传了家族的神童 可以变身为红色熊猫 才敢于不再压抑自己的渴望 决定出租熊猫身体赚钱 购买全是帅哥的演唱会门票 可没多久就被妈妈发现 再一次打着为她好的名义 要将她体内的熊猫封印 直到玻璃的最后一刻 美美才明白是熊猫让她找到了自己 果断退出了封印仪式 并推开了拦阻她的妈妈 静止跑向了演唱会 却没想到这一推 让妈妈的熊猫封印破裂 变身成超大版熊猫 撕开演唱会场馆 抓起美美就要教训她 可美美不愿在违心听口 勇敢地说出她就是喜欢帅哥 喜欢那种扭来扭去的音乐 但这样离经叛道的话 却让妈妈彻底失去了理智 奶奶见识不妙 让美美吸引妈妈的注意力 她要布置封印仪式 可妈妈越来越暴躁 随着与美美的一次碰撞 妈妈彻底摔出了仪式范围 美美急忙上前 想将妈妈拉回到封印仪式内 可她的力量根本拉不动 奶奶见状也打碎封印 带领家族其他人一起变成熊猫 合力将妈妈拉回 并启动了封印仪式 将所有熊猫拥有者送入熊猫界 而在这里 美美遇到了年轻的妈妈 了解到妈妈曾和奶奶大打出手 之后一直自责内疚 才在培养美美时用力过谋 真诚的沟通让母子和解 除了美美要留下熊猫外 其他人都完成了封印 而妈妈仍觉得留下熊猫不好 但尊重了美美的选择 父母有时要接受孩子的不完美 毕竟每个人体内 都有一只怪异而丑陋的凶手 但那才是真正的女人